欢迎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运动员加油 北京时间9月7日 在国内最大的羽毛球论坛 有网友晒出射击奥运冠军圣李豪回家后 父亲亲自上阵交其打羽毛球的照片 引发球迷们强烈关注 从照片可以看到 圣李豪父亲从卧拍姿势讲到击球动作 给儿子讲解十分认真 有爱的画面让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 笑死了看来干饭哥是真的很爱羽毛球 叔叔不要教得太好了 我还想看干饭哥下次再上演羽毛球神话2.0版本呢 能看得出圣李豪是在那种很和谐有爱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了 这是回家赶紧开启了小灶吗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又帅气的奥运冠军啊 又是沉迷在干饭哥的魅力中不可自拔的一天 在不久前进行的奥运健儿港澳型活动中 胜利豪因为在打羽毛球时过于不协调的脚步而爆火出圈 其打羽毛球的视频走红网络 还被许多网友进行二创 打羽毛球也成为了胜利豪无法摆脱的梗 甚至连樊振东都在澳门那场网会上介绍到胜利豪时 突然拿出羽毛球派来挥舞以此来打去好友 而胜利豪的父亲也在接受采访时 笑颜看到了儿子打羽毛球的那个视频 不知道是否看不过去了 才亲自上阵来指导儿子打羽毛球 还未满20岁的胜利豪 被称为20年难遇的射击天才 强大的心理素质令人瞠目结舌 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 胜利豪就在男子十米七步枪决赛摘得一枚银牌 以16岁的年纪成为了奥运会射击比赛历史上 年纪最小的奖牌得主 三年时间过去 胜利豪已经成为了男子十米七步枪项目绝对的王者 赢得了几乎全部世界大赛的荣誉 巴黎奥运会 胜利豪先是搭档黄宇婷在十米七步枪混合团体决赛 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 随后又在男子十米七步枪 以打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成就双冠王 不仅本专业的成绩好性格也有趣 这次防港澳给体育迷们带来了好多欢乐 真的是宝藏男孩 大家这么觉得吗 欢迎评论区发表看法